虎头山化市从民国83年开始 一直是提供在地农民进行花卉与园艺交流的农创市集 为了将市集推广并连接附近的观光景点 市府规划市集与周边地区的改善设计 活化附近闲置空间 要打造更舒适与安全的农创园区 在桃园市成功路桥下 临近虎头山观光景点 这里是在地农民进行花卉与园艺交流的地方 每逢假日更是许多人会前往赏花买花的地方 市府将大范围的进行整地与区域改善 打造全新的农创园区 桃园山假日花市临接桃林铁路 还有许多桥下的空间 因此我们决定做整体规划 包括假日花市 包括多功能的运动设施 也包括中心公园跟鹅鹅公园 那另外还有公立跟市立的停车场 我们希望也配合桃林铁路的路廊活化 让整个区域大概将近五公顷左右的范围 那么让进出动线方便 停车方便 让各种不同的功能可以满足 整个规划区域包含桃林铁路 中心公园花市等 花市的摊位与活动空间 停车位 照明设备 厕所也会将纳入整体规划 将来私有土地如何取得 让它能够做整体规划 我会请我们市府团队 审慎的规划以后再来推动 那务必使这五公顷的区域 能够未来透过桃林铁路 透过这个 这个虎头山的这个价值花市 能够让这里产生更多的这个活动 目前已经完成了桃林铁路的下水道工程 陆续也会开始进行自行车道 与环境绿美化的施工 未来除了有原本的市集外 也会增加不少文创休闲区 成为桃林新的农创市集 桃林有线新闻 林瑞峰 桃园采访报道